2020年3月5日,各位曼迷早晨 歡迎來到今天,原本是第一節 現在變成第二節的節目 第一節有一個很大的題目要和大家聊 就是哈利簡尼 所以今晚這一節就講足總盃賽事 我們對著賭歌的朗尼,帶領著打比 首先,未出發先興奮 因為今晚從未踢之前 昨晚已經足總盃抽籤了 跟大家說說抽籤的情況 石飛聯將會對著阿仙奴 紐卡蘇將會對著萬成 諾域子將會對著我們 或者打比 另外李斯特成會對著車路士 即是說,基本上 不知道說不說好 如果我們今晚贏了打比的話 八隊都是櫻超球隊 即是足總盃的八強 也不知道說不說好 隨便吧,也不怕了 所以就是這樣的情況 這場球最大的焦點當然是朗尼 但是說來之前 我想我也要交代了我們的雙兵情況 雙兵情況 因為我們的雙兵情況 其實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就懷疑有少少煙幕的情況 為什麼呢? 因為在官網上 阿蘇斯一查就說 Daniel James和Elon and Berserker 即是DJ和阿文比薩卡 都會說 今晚應該不會踢 因為他們有少少的受傷 說真的 Daniel James和阿文比薩卡 希望他們不是很傷 可能是那麼多 因為今晚這場球 未必須要出全部的正選 說真的 Daniel James可能是邊緣人 未必必正選 但阿文比薩卡 說真的 如果正正常常一定是出他 但可能有少少為了下一場 萬事打比被戰 我自己覺得 這兩個球員都有可能 是流利踢 就是萬事打比 不過我自己希望 有少少傷 即是都被一被戰 給大家一個藉口 他就說 其實Daniel James 在愛華頓那場 已經沒有踢 因為在Cup Roche 那場球 有一個撞 有一個撞 這個也是的 記不記得 我們都問為何不出DJ 他在開球前 蘇西一查 在愛華頓那場球 開球前 其實他說了是有一個撞 所以 James真是傷 是有些機會的 但希望 我想他還是穩陣 因為他那時候 還是穩陣一點 可能 也有機會留他踢萬城 看樣子 因為他始終快 阿文比薩卡 踢完90分鐘的 愛華頓那場球 有一個背部問題 大哥 說真的 無緣無故又說背部問題 真的很害怕 因為 Ratford就是背部問題 處理都不好 變成現在要做一個 這麼久的手術 好像要做手術 而且要做這麼久才服完 就是這樣 所以很害怕 老實 我也穩陣了 如果真的背部有少少問題 不如 看看怎樣治好 再處理 如果是文比薩卡 那方面 當然了 另外普巴和福仔 都仍然是未得 還有早前 有一個小小的好消息 福仔可能有機會 今季尾也有機會 復出 福仔也說過 希望各位兄弟努力 如果是谷總杯和歐巴杯 都能入得決賽 他就可能有機會 下場了 究竟是他這麼快就好 還是鼓勵的語句 大家要看看到時 我當然希望 起碼補決賽 兩個杯 對嗎 好了 他就說了 什麼呢 他說文比薩卡 他就說 要做了一個測試 才知道 究竟是怎樣 他就說 普巴仍然是自己 自己服完 據報導 下星期會復操 所以 我們昨天 和今天都說了 究竟 Buno和普巴 可否 兩個同場上陣 其實都應該 多日會越來越接近 會發生 OK 那就 看看 究竟今晚 這場是羅美路 還是迪吉亞 這個阿蘇斯卡 就說未知 看看情況如何 另外 文沙 和 杜康沙比 和文沙 已經踢了23 好像都踢得不錯 所以 可能下星期 他們就有機會 可以上一隊 有機會 有機會 爭取 正選 或者負選 名單 另外 大家也不要忘記 還有第三門獎 Grant 但受傷 所以今晚都應該不會出 所以今晚 不是羅美路 而是迪吉亞 另外 還有一件 想跟大家說說 很多朋友都問 為什麼 拜利 踢了一場 一直都不出 尤其是愛華頓 那場 很多朋友 包括我 都期待拜利會出 蘇斯卡 原來又有個 講了給大家聽的原因 他就說 這個是Manchester Evening News 報道 拜利 愛華頓 那場 就出了聯絡諾夫 沒有出他 結果 令到聯絡諾夫 對著 Dominic Cavalli 如果拜利出 可能會適合踢一些 聯絡諾夫 其實一直都有踢 原來英超 只有兩場沒有上陣 一場就是羅卡蘇 就傷了 一場就是Bernie 就是因為他病了 所以 其實 蘇斯卡 都說 今年 麥加 和聯絡諾夫 都很合 所以很多時候都出他 另外 為什麼 拜利 報路日 那場 踢得那麼好 之後又不讓他踢 蘇斯卡 就說 拜利始終傷了一段長時間 所以 我們 也是其中一個 在歐洲 比較多 Clean Sheet 我想他也有看過Stack 說真的 不要看 Anyway 他就說 所以 聯絡諾夫 和哈里麥加 其實是很大的功勞 但是拜利 的確是踢得好的 他也認同拜利 他也說 拜利會越來越多球 肯定 但是 他就說 他很希望 可以拜利 更加 健康 的時候 他就會 踢多些 現在這一刻的狀態 拜利不能夠一週兩賽 所以 他就要 我想他要分配 還有他 始終是養著拜利來踢 其實 說真的 你說養著拜利來踢 這個其實就真是一個 可能要這樣做 因為 大家不要忘記 拜利來到萬聯之後 都傷了幾次 可能就是過分操勞 還有他踢法上 始終他比較 踢法上 比較容易受傷 所以 我覺得 既然 雖然 聯絡諾夫 身體對抗性方面 始終是相差 但是 既然今年也算是進步了 那 可能 蘇斯特就說 我繼續養著拜利來踢 可能 他覺得適合的場次 才讓他下去 這個有可能 因為如果說真的 我也同意 如果現在這一刻 拜利真的踢得好 長長波下場的話 那就真是 他再受傷的機會又大了 另外 有一件事 好像我們也曾經討論過 就是中堅的配搭 其實都是一個長遠的配搭 所以 其實 其他位置可能會多些 但是兩個中堅的位置 如果沒有傷沒有病的話 一路加進去 加上龍門 當然 那是最好的 就是我們防守的鐵三角 就是兩個中堅加上龍門 如果是比較有長期的合作 和夥伴關係 就是大部分時間都一起踢 對於默契 對於防守的效果 的確是好些 所以我想 基於這幾個原因 所以 他始終都是稱先少少 這個我覺得是 可以理解的 好了 講完自己 講一下對方 打比棍 打比棍 最重要的就是 他現在是否做隊長 我不知道 他在打比棍 不過他就是助教 我記得朗黎 離開MLS 回到打比棍 回到英國 他去打比棍 就是想做教練 他好像考了牌 所以他應該現在是教練兼球員 不過聽聞 據我聽回來 應該都是做球員多 其實打比棍 都蠻靠他的 他回到英冠打比棍 也是踢得不錯 講真的 雖然英冠現在水準都高 但始終比朗黎 可能是他容易處理到 還有壓力沒那麼大 老實 你在萬聯踢的壓力 我想大家都明白 其實我們常人 想像不到在萬聯踢有幾大壓力 我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很多球員 都是因為壓力的問題 踢不到萬聯 他離開萬聯 他踢到因為壓力小很多 我想未必每個人都會同意 但真的是事實 好 打比棍的官網 跟朗黎做了一個訪問 我就儘管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我們今晚會踢作客 打比棍的主場 在Priest Park 就很早就已經是 複口股了 賣了票 OK 打比棍今年在捕中班 不是第一次對英招 他在第三回合 就淘汰了這個 水晶弓 OK 另外 他現在打比棍也是隊長 就是朗黎 賭歌 這位34歲的球員 在英招上陣559次 在2004至2017年 也是 最多入球 253球 厲害 他也是在曼聯的一個名宿 他在1月的時候 就去了打比棍 踢了14場 入了4球球 也不錯 他就很快已經成為教練 Philip Kouko 一個重要的人物 也是做了一個 HOLDING MIDFIELD的POSITION OK 真是他打中場 這位前英格蘭的腳 很期待對曼聯 因為曼聯 始終是12次 操縱杯冠軍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 打比棍自己 原來1999年以後 都沒有試過入到八強 所以他們都很緊張這場比賽 好 看看朗黎說 朗黎說 曼聯 1月的時候 可能卡住卡住 不是太順 但他們好像近兩三星期 又打好 對於我們來說 這是一定很大的比賽 這是我的前球會 對於打比棍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要對著 一隊好好的球隊 他們當然會比較清先 比較熱門 但我們都一定會 運用我們的機會 看看我們有沒有一些機會可以 第一是說不用先輸 第二是說有沒有機會反擊 對於我們來說 作為球員 我們當然是去到一個球場上 一上陣就會想得到好的成績 這一天 朱總輝 從來對我們的球會來說 都是一件大日子 因為是一個對我們很大的挑戰 其實他說 對上一次 之前效力過球隊的感覺很奇怪 尤其是我在曼聯 實在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不過足球就是這樣 我仍然都喜歡 很喜愛曼聯 我當然是希望曼聯做得好 但是 在今晚的90至120分鐘裡面 我就是 想他輸的 因為我現在是代表打比棍 我們是很想進級 這個八強的 那麼 他朗尼在華頓起家 這裡一邊講他的歷史 我不講了 這個不是朗尼自己講歷史 是個作者 作者幫他寫一些歷史 這裡我不重複 繼續 朗尼就是我 我們在去賣聯的時代 贏過英超 贏過歐聯 也贏過很多錦標 但我們也有些低點 我很享受 我在那裡的時間 每一天去到球會操練的時候 永遠都有一些很開心的事情 但我現在回頭 實在太多好好的回憶 朱總盃來講 原來 朗尼也要2016年 才贏水晶宮去捧杯 他之前有兩次進到決賽 都是輸的 2005年輸給阿仙奴 2007年輸給車仔 但是第三次 朗尼也要第三次 到總盃的決賽 才得到冠軍 但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他得到冠軍 那一刻 他是麥聯的隊長 2比1 贏了水晶宮 在加時之後 是不是蓮美斯入球 我不記得了 這個我不肯定 因為他沒有說 他說 萬聯12分鐘已經輸給0比1 但是之後 4分鐘之內 就由馬達打和 他沒有說誰贏最尾球 是不是蓮美斯 真的不知道 大家有朋友記得就可以補充 真的 又說了 One Time W Only 原來蓮美斯也曾經借過他打比 在 extra time 贏了 真的沒有記住 原來有說的 好 接著阿朗尼繼續說 他說 我最大的足腫杯的記憶 就是1995年愛華頓 贏萬聯 真的這樣 你也記得 他自己就輸了兩個決賽 然後才贏到 但是 贏那一刻 是自己做隊長 對於我來說 也是一個很重要 也很開心的一件事 以上就是朗尼的訪問 很明顯 他也是很預備對我們 而打比棍一定是嚴陣以待 這一場球 所以我們來說 也很有趣 打比棍一定縮口 老實說 我們怎樣去破敵 又是 自從班奴法蘭迪斯來了之後 再一次考驗 究竟 他帶領著我們的前線 究竟 暫時未有抱筆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再嘗試 撕破一些物襲 因為打比棍今年的成績 真的看得不錯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始終他們有贏過水晶弓的經驗 這是我們要留意的 但是我想我們最近的情況 都是不錯 雖然說 雖然說 我們的傷病都頗嚴重 其實說真的 但是這場球 老實說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這場球 我就有信心了 對伊加露 或者恩哈露 因為這場球 就適合伊加露 對伊加露 亦都是 看看我們 有一個正式的9號 的時候 怎樣去破敵 就是看這場球 這次節目到此 多謝各位收聽收看 拜拜